欢迎收看国家队教学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许昕的正手白短 许昕是直拍横打 他的这个正手白短的技术呢 今天大家一定要领悟一下 他对于这个拍面的这种调节 以及对旋转的这种控制 很多打直拍的选手为什么摆不好 你看很多白短是这样戳的 手腕大幅度的去动 横的这么去戳 这么戳如果你是要加转 偶尔加个转可以 但白短啊大家要理解 白短我们是要控球吧 球控短控低就行了 不是让你去摆得多么转 我们看许昕白短的时候 拍头都是对着前面的 就像个插刀一样的这样插进来 如果说过来的球下旋不是很强 那么在进去的时候呢 稍微向下抖动一点 如果过来的球本来下旋就很强 那就不需要往下过多 甚至有些下旋比较强的 甚至还要往上这样拖一点上去 所以这个手腕其实在 白短的时候用的不多 它靠的是什么 前臂的抖动 前臂去带动球拍 抖动一下就行了 那我们的手腕 手指 其实最关键的是调节拍面的角度 比如说我要摆这个落点 变化的话 拍面可以这样调节 测向的调节 调节我们白短的这个落点 但是呢 没有必要说 大幅度的像这样去戳 对吧 或者是这样去戳 没有必要 这样抖动 前臂的手腕 这样抖动 平常我们练习白短的时候呢 把这个球控制过去就行了 尽量在球的这个上升初期去碰球 如果说接触球的这个时机太晚了 到了这个后期 上升后期或者高点期才去戳的话呢 你很难把这个球的这个弧线控制短 所以球刚一反弹的时候 借助这个球的反弹力和它的这种旋转 把球碰过去就可以了 当你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再去体会 这个前臂当中手腕 去抖动 去调节拍面的这种感觉 你要戳转一点 是吧 我前臂当中手腕抖动快一点 向下多一点 那么戳过去的下旋会比较强一点 如果说过来的球下旋比较强 那我往下抖动的少一点 甚至往上这样 碰一下 抬一下 把球过往 所以它是不断调节这个来球弧线的这种 这种感觉